说起国产科幻电影 人们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前几年大混的流浪地球 其实早在30多年前的1986年 就有一部电影几乎无特效 但却被称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巅峰之作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电影 错位 电影男主角赵书信是一名工程师 被升职成为了局长 成为一名科研人员 他极其厌烦没完没了的无聊又重复的会议和应酬 于是他为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 制造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智能机器人 这样他就可以让机器人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机器人可以说是赵书信的完美提升 他不仅可以灵活掌控自己的身体 还能模仿赵书信的各种表情一态 赵书信还将自己的记忆植入给了机器人 使他拥有了自己的记忆 从而成为了赵书信的克隆体 别动 赵书信交给机器人的第一个任务是代替自己去开会 赵书信让机器人去工作的时候 他会在家监视着机器人的一举一动 在此期间 机器人没有出一点差错 也没有人发现有任何异常 唯一不足的是 散会后 机器人和同事们一起喝酒 机器人担心被识破就喝了一杯 然而之后便连忙以身体不适为由赶紧回了家 机器人回家后跟赵书信说 真悬呀 要是倒在马路上被送到医院就全完了 你为什么不设计我能喝酒呢 喝酒的动作多帅呀 赵书信担心以后再出现什么问题 连忙给机器人安装了可以储存液体的储存器 从此之后 机器人的要求越来越多 他觉得抽烟的动作帅便学会了吸烟 机器人甚至要求增加饮食和消化功能 他逐渐开始想要变得和正常人一样 这也是机器人逐渐开始自我意识觉醒的前兆 机器人越来越不愿意做赵书信的替身 在赵书信不在家的时候 他甚至自己津津有味的看起来爱情电影 机器人的个性也不断增加 他甚至开始干涉赵书信的感情生活 他私自和赵书信的女朋友小杨约会 开始看和爱情相关的书籍 想要了解爱情的含义 他开始不想听从赵书信的命令 还趁赵书信不注意的时候把机密文件藏起来 机器人越来越反叛 逐渐不受控制 赵书信也不能再忍受开始了反击 掀起了跟机器人的一场斗争 他早在知道机器人之前 就设计了一个程序按钮 可以随时用遥控关掉机器人 有一天他做梦 梦到自己在荒漠中行走 抬头看到老子坐在电视机前 看着现代的广告 老子起身说 赵书信感到困惑 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切记 获惜 辅之所义 辅惜 获之所福 正福为其 善福为妖 人之谜 其日 故久 赵书信威胁机器人 不交出藏起来文件 就关掉他 机器人感到害怕 无奈交出了文件 机器人找到赵书信谈判 祈求赵书信不要关掉自己 赵书信也觉得这样关掉他 太可惜 打算给机器人换一张面皮 让他从事其他的工作 机器人一气之下 选择离家出走 然而他发现自己没有能力独立生活 他绝望地重新回到家中 影片的最后一幕 十分令人深思 赵书信和他的秘书 以及机器人三人同住一室 赵书信和机器人互相对峙 看似要开始一场较量 这时赵书信模样的人 突然从梦中惊醒 大汗淋漓 影片至此结束 留给观众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十分发人深省 如果这一切全都只是一场梦 而经过这一场梦之后 赵书信是否还会继续 机器人的创造 如果是在最后的斗争中 赵书信成功打败了机器人 而他自己仍感到惶恐不安 而从噩梦中惊醒 又或是机器人打败了赵书信 成功取代了赵书信 而机器人自己也担心自己今后的命运 到底如何而惊醒呢 错位这部电影题材之大胆 思想之前卫 色彩之超前 生效之神秘 真正开创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先河 三十多年过去了 仍是一部十分卓越的经典之作 这部电影中卫越的经典之作